穿著白紗跑向新郎 來個浪漫轉圈圈 頂著大太陽 行人站在斑馬線上拍婚紗 一旁就是車來車往的馬路 看得讓人捏一把冷汗 會有狂紅燈的人 然後他們也會 對 就是他們的行為危險 然後也不保護自己這樣 有好有壞 可能是好羨慕這種 轟轟烈烈的愛情 但是其實也是危險的存在 攝影師狂按快門的地點 就在高雄美麗島站附近 有四個船型設計的 帷幕玻璃出入口 打造成透明波浪感 也是很多人的拍照熱點 但周邊車流量非常大 婚紗業者都不建議行人冒風險 他們才總是要拍那種 都市風格的那種 就是背景是一群摩托車 你看看起來就很有 很有畫面感 很豐富感這樣 客人很堅持 要去坐馬路上的拍攝的話 我們會先跟客人做溝通 說如果有罰單 或者是警察驅趕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馬上做離開 在高雄美麗島站這附近 就是婚紗一條街 很多新人都會在這裡拍照 不過其實根本不需要 走到斑馬線上 我們在人行道 同樣都有這種效果 想拍出復古城市街景 擺好姿勢 找好角度就OK 畢竟美麗島站路口這麼大 四個角落都能拍出美景 只是畫面被民眾拍下來PO網 警方會依法對新人開罰 民眾於中山一路 行人穿越到逗留拍攝照片 屬於阻礙交通 可處罰新台幣500元 雖然行人綠燈可以通行 但在斑馬線上逗留本跑追逐 就是不OK 屬於阻礙交通 無論是攝影師要求 還是新人的想法 這筆500元的罰單 最後還是得由新人承擔 TVBS新聞 五雙龍松阿娟 高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